第1章 瑞士女排精英赛第二战 瑞士女排精英赛第二战 中国女排遭遇溃伴 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势 中国对0-3惨伴 当然 本场比赛除了中国对自己表现不佳 裁判的业余判罚 已引发了中国女排方面强烈不满 安家紧一度长时间讨量说法 中国女排辞意准备并不充分 面对意大利女排的强劲 中国女排是奔非常快 惊心受挫 此时的悲剧还在于 中国女排遭遇到了一些精英判罚 场面显得非常无奈 比赛很快就变成了一边倒 让不少女排球迷表示不忍之事 由于对手的强势加上裁判的 屡次判罚伦次错误 中国女排到后面似乎都没有心思 再打秀了 整支球队滚魂饿饿 遭遇到了一场惨痛的失败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会败 几乎没有任何抵挡的打出了 耻辱性的比分 后两局都是13到25 这不是一个登次球队打出来的水平 安家杰此番在场边显得没有办法 她在三后第一时间 围着裁判讨料说法 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 安家杰不断在用英语 质疑裁判的判法 也不断解释中国女排并没有犯规 但是遗憾的是 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 比赛已经结束 姑娘们看着安岛在申诉 也是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凭心而论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确遇到了裁判方面比较业余的判拔 吃了亏 不过中国女排整体的精气神看上去根本就没有想要赢下这场比赛 安家杰的指教依然遭遇到巨大的 质疑 输球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一场比赛 没有在比赛中根据情况做出应对 没有在遭遇质疑的情况 下不把负面情绪传递给球员 安家杰 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 要让我们再黄遇质ns都或是打扎